概念澄清 台独 台独是将台湾不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,将台湾人不看成是中国人的概念。 因此,凡是反对同台湾人合伙做生意的人,就是台独。 因为,他们不把台湾人看作是中国人。 当代汪精卫 时代不同,当今的汪精卫是打着爱国旗号,大肆在国外偷抢中国人钱的国内和海外华人钱的人。 他们伙同老外,一起偷抢华人,他们的行为使得外国再也不信中国,中国只有单边给外国免签,求着别人来中国了。 美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。 一个文明的国家是不会用没有女人为借口,同外国黑警察、政府黑势力,抢,偷美籍华人的钱的。 这样的政府官员是不会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。 我也没兴趣当他们党的副总统。 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。 偷,抢本国公民的钱的钱有多蠢。 你只要看看新加坡今天的连结,以及它的国家人民的富有,你就得到正确答案了。 当世界不再相信你的国家,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 我 granny哼、你讨计録刑说,是特别贵。 überall已经没消失了。 正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